文長對於藍白首席的北縣亂政 假民主反民主的反改革 國會改革方案 我們提出兩點的挑戰 第一點當然 作為立法委員 我們在第一線跟他交通 感受是特別深刻的 尤其我們今天要談的就是一個 晨熙性的違法 那晨熙性重大 瑕疵甚至已經到了違憲的程度 以大灣499的標準 這晨熙性已經違憲 那晨熙性違憲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得出來 他們沒收整個國會 沒收民主 沒收討論 沒收委員會 沒收協商 那30年來從都沒有發生過了 佔領主義一台 用舉手表決 這不是違憲 這不是還是違憲 第二個 當然這裡面 我要特別點出 韓國醫院長 以及作案來秘書長 必須負擔很大的責任 我在這裡要強調 韓國醫院長 以及作案來秘書長 必須負擔很大的責任 他們有權利也有能力 來防止這個行為 繼續走下去 黏壓過去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當然是實體性的問題 南白合作會先亂爭 所以只有一錢獨大 侵害到司法前 侵害行政前 乃至於總統的權利 才會發生歷史上第一次的事件啟發 我們希望這個是第一次 也是最後一次 所以在這裡我們有遺憾 我們一路讓看到 南白乃至於學者 他們的學者 就共同做一個事情而已 烏美大好觀 攻擊大好觀 挑戰大好觀 甚至恐嚇大好觀 甚至要 要三解預算 這些行為 這些行為 就像黑道行為一樣 難道這個是我們要的民主嗎 請大家好好思考